从中国女排名单窥探三大讯息,安家杰坚持郎平理念。 3月29日,中国排协正式公布了女排2017年的集讯通知,郎平担任中国女排总教练的讯息赫然在列。 从2016年9月30日卸任到今天确定续约中国女排主帅,郎平的决定让无数球迷悬了六个月的心终于落地。 从公布了名单来看,中国女排正在经历着不可避免的辛劳更替。 慧若琪、严妮和魏秋月三位里约奥运会的参赛队员,因为年龄和伤病的缘故无缘本期集讯名单。 本文来自。雪花新闻,本文标题,从中国女排名单窥探三大讯息,安家杰坚持郎平理念。转载请保留本声明。 仔细观察中国女排新一届的集讯名单,其实中国女排的阵容变化相当微小,大部分成员包括陪打教练、医疗康复团队和体能训练师,基本都是沿用此前中国女排的夺冠阵容。 这种熟悉的套路和打法是一种稳定有保障的传承,让中国女排得以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。 1. 领队赖亚文 作为中国女排历任主教练的得力助手,赖亚文此前被升任为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,一度给中国女排主教练人选带来了更多的不可确定因素。 然而,如今看来,赖亚文的破格提拔,对于中国女排的自主管理权限有了很大的提高,排管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女排领队,赖亚文身兼要职,一方面承担起了更加重要的责任,另一方面她可以尽力满足总教练郎平指教过程中的需求。 此前,郎平临危寿命,就是排管中心给予了对女排选人的绝对权利,搭建复合型教练团队,打造女排大国家队模式等一系列承诺。 如今的沟通从排鞋到领队,从严肃的对话到朋友间的谈心,对郎平未来的执教大有敝意。 2. 执行教练安家节 自郎平卸任中国女排主帅以后,蔡斌、吴胜等人成为了中国女排主帅的热门人选,但不可忽视的是,助理教练安家节陪同郎平多次出席女排颁奖活动,同样具有竞争性。 在赖亚文升任排管中心副主任后,安家节成为了郎平最信赖的左膀右臂,跟随郎平多年,有过地方对执教经验,执教理念和郎平不谋而合,这些原因很难令人把她从女排主帅候选人中剔除。 事实确实如此,安家节成为了中国女排的执行教练,而总教练郎平的伤病暂时还未痊愈,更多的是扮演着中国女排总顾问的角色,为中国女排的选人、培养、输出和推广提供建议。 安家节今年45岁,正值壮年,她将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女排真正的掌舵人,而在这个过渡阶段,郎平会为她保驾护航,逐渐实现教练团队的新老更替。 3. 第一主攻朱婷 从李约奥运会上朱婷名声大振,到如今她前往土耳其深造,如果说朱婷是一匹天赋一饼的千里马,那朗平绝对是她人生中最大的伯乐。 随着慧若其殷商无缘集训名单,中国女排队长的位置空缺,能够扮演这个角色的球员显而易见。 狼平丝毫不掩饭是她对朱婷的宠爱,她在中国女排已经呆了四个年头,希望她在比赛经验和临场发挥上做得更好。 在下一届奥运会被战中,我希望她可以扮演队长的角色,承担更多。 考虑到朱婷目前正在土耳其训练比赛,中国排写给她开辟了特殊通道,允许她不用在4月5日到体育总局训练局报道。 根据朱婷和土耳其瓦吉福银行俱乐部的合约,她将在5月份回国备战全运会。 届时,中国女排的完美阵容将集结完毕,正式向新的奥运周期启航。